台北228纪念馆今天开始有一场很特别的展览 展出的小小邮票主题都是历届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呈现出他们对世人的伟大贡献 双手和长虔诚地祈祷这是德雷莎修女的纪念邮票 她是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还有这一套是非洲之父使怀者的邮票 而这一张印有西藏的国旗达赖喇嘛的头像 下方还印制着图博字样的邮票是为了纪念1989年 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发行的 很少人能够像他们这样能够无私的奉献出来 我认为说我们透过这些展览 我们希望把每个人那种渴望和平的那种良知 把它呈现出来一起来为社会来努力 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因为发明炸药而带来巨富 对于炸药被用于战争 他多次表示忧虑并一直令他十分心痛 诺贝尔在他的遗属中设立了和平奖 要将奖项颁给对人道关怀和人权奋斗 有贡献的人 而一九六一年起 各得奖国也都会发行自己诺贝尔得主的邮票 第一个是有关于人权斗士的邮票 另外有关于人道关怀 那人权斗士的部分也包括以前的那个埃及总统沙达特的邮票 那还有就是有关于国际上关怀和平团体 比如说联合国 红石智慧 国际儿童组织 这项展览展出历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纪念邮票 方寸间呈现出历年来各得主对国际和平的贡献 展览中还有这难得一件的国际维和部队玩具车 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九六零年代 协助台湾发行的儿童刊物 让整个展览在浓浓的怀旧中 呈现出一股对和平的渴望 记者为了林国黄特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